蔡依文 给了这么多的美金 给了这么多钱 给美国的众议员 或者是参议员 但大家千万别弄错了 这个路线它绝对不是唯一的路线 你来到重庆坦白 我是欧布崇敬 我们看到川普 曾经在最近大声的说一句话 就是台湾抢走了 美国的晶片的所有生意 而且拿走了90%的晶片生意 这一点他觉得非常的不满意 而且他认为应该把部分的生意 拿回给美国 但是为什么台湾能够拿走 这个所谓的90%的生意 请大家注意啊 他所谓的晶片的90%生意 并不是指全部的晶片 为什么呢 他所指的是指先进制程的晶片 所谓先进制程指的是指3纳米到7纳米 这个区块 为什么我这么说呢 这是有根据的 因为啊晶片啊 甚至有些可以达到58纳米乃至于130纳米 而这个部分呢是很多国家通通都可以做了 他现在特指的这个尖端晶片呢 为什么他要特别把它调出来呢 理由是他认为这个区块啊 是特别值钱的 那么晶片呢 在整个世界上的工业占在什么地位呢 他有点像是工业里头的大脑 也可以说是工业里头的心脏 这个部分呢 何以是3纳米到7纳米最为珍贵 而川普才会拿出来特别挑刺的说呢 因为这个部分卖的特别贵 而且呢 是和整个工业5.0产生着息息相关 然而啊 何以台湾可以拿到这个区块 而且在这个地方特别挣许多的钱呢 也不奇怪 原因是因为 这必须由美国来加以分配 事实上啊 能够做3纳米到7纳米 这种先进制成的所有地方呢 说得直接些 还总共啊 你找不到实处 也就说 像台湾这样制造先进制成纳米的所在地啊 可能就算是把日本韩国都加上去 再加上荷兰的光刻机 这些东西呢 所有的相关制成啊 分配出许多他自己不想做的事情来给其他的区块 那么所有和他产生加盟关系或者产生连结关系或者产生特许关系的就是美国所运用他自己的新殖民主义或者叫后殖民主义来做分配 来做从分配之后的全新倖民主义来做分配之后的全新倖币管理 台湾的台积电或者是韩国的三星公司都是属于这个区块 你别怀疑 我们上面是有这一套威胁厉害的手段 那么大家说那总要有执行者吧 是的 那大家会说执行者又是个什么呢 实际上执行者啊是负责整个政治 以及负责整个说的难听一点叫做维安吧或者是整个利益分配的控制 那大家会讲在台湾岂不就是蔡英文就代表着这样的一个路线的执行吗 你看蔡英文给了这么多的美金给了这么多钱给美国的众议员或者是参议员 但大家千万别弄错了 这个路线啊它绝对不是唯一的路线 因为在国民党里面它必须再放置部分路线 我说部分 理由很简单 当然不会是全部的国民党 而是部分的国民党 这所谓的部分就是 其实是报纸上 或者相关的面上也有披露 国民党里面有部分的人士呢 是CIA所培养出来的 也就是美国的中情局 所以啊大家可以看到 这样的新殖民路线啊 它绝不会只放在台湾的一个党 也不会放在它长命管辖的任何区块里面的只是一个部分 它会是全方位的做好布局 因为这才能照顾好所谓的美国利益 只是啊 它也会在这里头放置派系概念 也就是让国民党跟民进党 或者是国民党跟蔡英文所形成的领导体系 变成是一种左右两派的关系 或者是前后之间的关系 乃至于是相互对立 相互斗争 相互竞争的关系 这才是美国长命管辖的领导或者是包场获星的特殊用法 感谢你的收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